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啊 现成当中的一些啊 相关的知识点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看一下其中两个小的知识点啊 第一个的话 就是来查看我当今这个程序当中 当今这个进程当中 总共有多少个现成数 好吧 总共多少个现成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打开一下 我们的这个派材码啊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魅行数下面好 我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里面有多少个现成数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之前 我们大家来猜想一下好 我们这个现成里面 总共有多少个现成呢 是不是总共有三个现成啊 对 第一个现成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进程当中的 那个主现成对 然后第二个现成的话 第二个和第三个的话 就是分别你这个地方 两个地方创建的啊 就是这两个现成啊 那么加起的话 总共是有三个现成 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印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print一下我们这个threading 点那个什么呢 一按由meidid啊 我们的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家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多没有 啊 这个地方我们运行的是那个代码2啊 那么我们运行的是代码1啊 这样的话 他打印出来几个 是不是有一个两个三个啊 对了 有三个啊 总共是有那个三个啊 三个那个现成 好吧 并且他们的那个 县城的名字也有了 这个是主县城 对了 这个是第一个县城 这是第二个县城啊 啊 那么这个是三个县城 好吧 就是查看一下总共有多少个县城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面看下第二个哈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看人的虽然虽然虽然是可以查看了当前这个现成他的这个名字啊好 那么我们这边在这里来打印啊 在这 这个写代码这里面我摆放s 对吧我就不用x了 我就用当前的这个现成的名字啊 threading点点什么currentthread啊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改成这个threading.currentthread啊 保存价来运一下 好 那么在下面的话 接下来他也打印这个地方 就是通过这个currentthread就可以拿到当前这个啊 县城他的这个对象 对吧 拿到这个对象啊 就是这个东西啊 就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是第一个县城 第二个县城啊 第二个县城 第一个县城 第二个县城 第一个县城 对吧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吧 好 这两个的话是一个比较小的支持点啊 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用得到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本机构的一个重点啊 就是我们之前在讲到使用这个pist当中当中的这个现成的话 我们是通过这个行数的方式来写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县城当中的话啊 同样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方便的写 自定义县城的一个 也有一种这样的方式 就是threading点thread这个类啊 这个类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使用到的这个类对不对啊 只不过现在我们使用这个类的话 我们不是传递一个凯数进去啊 还是怎么做呢 而是使用这个类啊 使用这个类作为那个负类 那么的话 继承自这个负类自己去实现一个这样的子类 然后在这个子类当中再去实现这个run方法啊 再去实现这个run方法 在这个run方法当中的话 哎 就跟你之前啊写那个什么呢 写那个行数里面的代码是一模一样的啊 是一模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 为什么 之前有函数了这个地方还要出现一个这种类的写法呢 啊 原因就是因为哈 有的从就是有的开发者哈 在写代码的时候 可能会第一比较牵向 偏向于使用这个类的方式 对吧 这是第一点原因啊 第二点原因的话 就是有些时候哈 这个类的话 他确实实实是写起来会更加方便一点啊 在这里面 我可以让这个代码封砖在一起 然后的话 我可以在这里面封砖一些这种东西 对吧 就是写起来会 哎 封砖性也更加好一点啊 然后的话可动性也更加好一点啊 就是有些时候的话 可能就需要用得到 对 好 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再来写吧 好 那么这的话 我们还是以上阶课的那个例子来为例啊 来用这个啊 继承负 继承字这个thread的这个负类啊 这个种方案来写一下啊 好 来到我们的派上吗 这地方我们来到代码2.py这个当中啊 然后我们再从这个里面来写啊 impro一下这个threading啊 这个地方我们寄写一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codingcodingcoding的thread 啊 继承字这个threading下面的那个thread对吧 dhreed啊 好 那么继承字这个下面好 我们我们自己那个现成当中的那个代码 就是放到这个类当中的那个 这个run方法当中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继续重新一下这个run方法啊 重新出run方法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再去把上几个东西那个代码把它给拿过来啊 这个地方可能叫c 然后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这个time的话 我们一破了一下一破了一下这个type啊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地方接下来再来第一个是那个 嗯 捉影diawng 捉影thread对吧 dhreed啊 是进了这个threading下面的那个thread啊 好 这个下面也是定一个run方法啊 好 然后的话下面是那个 呃 这次画图的对吧 啊 可能在c 然后的话拿过来可能在v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两个呃 现成类我们就定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定一个may 函数了吧 啊 在下面的话我们就去创通过这两个类去创建两个现成 首先第一个现成就叫t 好吧 叫做t啊 等这个codingthread啊 然后这样 通过创建这个对象的方式就创建完了一个现成啊 就创建完这个现成吧 接下来t2点t2等这个什么呢 jointhread啊 然后的话接下来还是同理啊 需要使用这个对象 让他去start一下才能跟真正的运行啊 那么就是t1点start啊 然后t2点t2点start 好 这样允许完了以后啊 那么呃这个这样start完以后这个限制的话就会去执行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也是啊 这个地方来执行这个may行数保存下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执行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啊 哎 现在执行的是demo1的这个代码对吧 那么我们又先再来执一下这个代码啊 好 那么现在就是那个正在写代码啊 是现成一正在画图是现成二 然后正在画图现成二啊 现成一 现成一 现成二 对吧 就这样交接在执行的啊 就这样交接在执行的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好吧 就是呃 呃你在这个里面唯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啊 你你把自己的那个现成的代码放在这个乱还是当中就可以的 然后你写其他代码的话就跟你之前写类的话是一模样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去写第一个这样的属性啊 比如说第一个类似性叫做什么呢 叫做呃 比如说我们有后期啊啊 比如说叫做什么呢 就是那个随便给一个叫做看着写 对随便给个啊穿的对吧 来这种方式就是写起来就是跟之前写的那种方式是一模样的 好吧 一模样的啊 好 那么这是这种方式啊 这是这种方式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啊 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吧 感谢大家